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特别写了篇文章 因为它叫做红装绿果的美国通胀降低法案 红装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红装的意思实际上是一种红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去引导的 也就是说通过加税增税 然后社会福利来发放社会福利 所以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法案 绿果呢 就是它果上的绿色能源 还是万一 以这个方式来作为他们扩大政府支出的一个办法 实际上是 现在连这个民主党人 这些两百三十多个美国主流的经济学家 都在这个劝告这些民主党人 就是不要通胀 因为这个法案呢 根本起不到降低这个通胀膨胀的办法的作用 所以它这个降低通胀法案 这个名字就是误导性的 实际上是真正的一个挂羊头 买狗肉 那我看报道说呢 就是说是共和党基本上都是反对的 是 全部是反对 在参议院最后 参议院披护表觉得是50票对50票 就是说所有的共和党议员都反对 所有的民主党议员都支持 所以这个根本就是一个 完全是那个党派级的 就是有政党强烈政党倾向的 而不是一个两党共识的一个方案 那它签署的这个法案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 是实施呢 还是因为 还是通不过 还是 现在因为参议院已经通过了 参议院是50比50 但是这个贺锦丽嘛 他作为参议院的议长 副总统的身份参议院议长 他可以投下最后一票 但是51比50的话呢 那就可以通过了 可以通过的话呢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参议院通过了 众议院应该是肯定会通过 这个民主党人呢 相对的多数掌控了这个众议院 而拜登也放出了风筝 他一定会签署这个法案 所以基本上来说 这个法案一定会通过的 那这个法案最终如果通过的话 给美国人带来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影响 对 我刚才提到了 一个呢 它说是那个减税 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 我刚刚我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这个文章题目就是 红装绿果的通胀降低法案 就是说 我就指出呢 其实它里面所谓的减税 看起来好像是在减税 实际上它只是给那些 某一些公司减税 而这些公司以前呢 是可以避税 不交税 它实际上就是说 它这个减税呢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还有呢 它会像美国那个 收入40万以下的 这些人增税增加更多的税收 而这个也是实际上是 正向美国中产阶级开刀 就是这些40万 收入40万以下这些人呢 很多都是小企业主啊 小本经营啊 小店老板啊 这些人 这些实际上 如果对他们税收增加的话呢 他们就可能选择不再 不再开业 不再经营 是吧 反而还特别雇用了8万多个 武装的带枪的过税局查税人员 所以这个实际上 他们就怎么算 打算用一支带枪的部队呢 去这个 向美国征收更多的税 所以这个实际上 是一个非常恶劣的 就是说 对这个中产阶级是有害的 但是很多钱呢 都跑到那些 这些绿色能源的项目上面去了 实际上有些呢 它虽然要求 这些绿色能源那些企业 它们不能用中国来的那些 一些产品呢 组建 但实际上很多东西呢 它实际上是美国是不生产的 所以它实际上 可能没什么办法 跟中国这些企业的这样竞争 所以这部分呢 第一呢 它达不到降低通常的作用 这个是主流经济学家 都一直这样认为的 第二呢 它又增加了绿色能源 实际上这个 我认为呢 还有可能继续加剧 这个美国的通常膨胀 那如果它强行的执行的话 这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吗 强行执行 现在看来它肯定会通过 那开始执行的话 可能就是明年就开始执行 开始执行的话呢 就是我最大担心的就是 因为这4千亿美元 那4千亿美元 那就流向 再流向这个市面的话 实际上这个美国通胀的压力 就会进一步加大 现在因为这个美联储的加息 现在美国通胀的速度呢 似乎在减低 但现在看来呢 这个政府呢 又继续的那个花钱 继续的营造 要继续借钱 所以这个通胀恐怕 现在还是要长期持续下去 嗯 您刚刚提到 就是40万年收入了 是吧 就是说是小提啊 什么影响很大 那40万以上的 才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40万以上的这个 它本来 它说查税 就是针对这些40万以下的查税 是吧 40万以上 它们本来这个查税 就是比较 比较多的 就是说 因为它收入高嘛 它们被查的可能性比较大 是吧 40万以下呢 以前呢 它们不太差 对吧 现在我知道很多这些小企业组 那个餐馆 拥有开餐馆的老板 或者是这个 拥有小企业 生产家庭企业 小的制造业 服务业的企业 小店 开小店 小商贩 零售店 这些企业 它们很多实际上是有这个 现金收入的 有现金收入的 它那个 这些呢 其实这个有很多 比如有些很多是灰色的 实际上很难界定的 一般那个 国税局以前是不太管这些事情 第一个管不过来 因为它没有挣那么多钱 第二呢 它即使在这个 公司所得税上 它少交了一点 漏了一点 它实际上呢 它最后呢 它这个钱挣了以后 它去消费去购买 它消费税 还是要交税 它最后 它留给孩子子女的时候 遗产税 还是要交税 所以其实它逃不了多少 那现在它这样 开始猛查这些人的时候呢 那这些人很可能就是 因此就不做了 不愿意做了 没办法做了 它就是成本太高的话 不做的话呢 实际上会伤害 美国人民的就业 伤害整个的经济 您刚才说这个通货膨胀 只是呢 只能是加剧 那拜登说的是解决通货膨胀 它的依据有什么 对 它就是说这个 就是啊 所以它这个实际上是 挂羊头卖狗肉 连这个民主党人自己 很多民主党的这个 政府官员自己 他们都认为 这个是起不到减少 那个通货膨胀的作用 它只是现在呢 他们看到这个通胀 现在成为这个中期选举 一个最大的议题 成为这个民主党在赢得 中期选举的一个巨大的障碍 现在推出这个法案 这实际上是得有这个欺骗和誤导性的 谢谢大家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